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是刚才厂才是示意编才扣掉了一分 这么看来的话 两个人的状态应该是很快进入了 你看少几分就是要冲进去 只给你打拳 而这个周浩然肯定是要尝试一直把他推在外面 我不能让你进来 对 一个是打竹竿式的武器 一个是打短匕首式的武器 是 就是长短比较分明啊 但目前看来周浩然还是蛮灵活的 对 看一看这个上喜分能不能把压力压上来 就是他压进去的这下一定要快啊 对 你看对手就明显周浩然比赛前手出的会很多 而且很多年轻运动员在压脚的过程当中始终跟着别人的步伐走 就跟着别人的路径走 而不是说 国外有一个词叫卡脚对不对 嗯 叫corner cut 就是你要把对方卡住 对卡住 对 你要切断对方的路线 而不是说跟着对方的路线 对就不能让他给出去 对 把他压死在那个角里 不管是你的拳还是腿啊 是要给对手一定的限制 到 你看上喜分这个时候是让一套学员会怎么去切断对方的路 不能够老是跟着对方走 看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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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我看到这个上喜分目前这个节奏 如果三回合一直这么打下去的话周浩然就会很困难了 这有可能吗 对 好 漂亮 刚才这个周浩然抢了一把后手之拳 是 紧接着上喜分就跟了一个摆 对 嗯 接近来继续给扫踢 嗯 哦 按照这个节奏我觉得上喜分的这个信心很足啊 是 对而且拳的力量感在啊 对 你到了内围之后他拼的还是比较凶 而他拼的这个过程又比较吃了一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周浩然可以做做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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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觉得 护齿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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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自己蹲在那个地方 对 刚才上喜分没有任何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拳勾在对方的脸上 是 让他学点东西 还是留手了 对 还有十秒 对 年轻运动员一定 就所有我们在拳击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国外的拳击这个场才啊 永远都是最后一句 叫做 什么 follow my command 对 protect yourself all the time 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不要认为说 对方不会打或者怎么样 对方打你也没有问题 对因为人家的进攻输出是不可能停的啊 这个就跟 每次我们比赛之前采判员专会的运动员在讲规则的时候一定会跟一队员说你千万不要主动给对手背一样 是 如果你给到对手 那这个拳过来打到后挡那你活该打到进气部位那你也活该就这么个道理是吧 我们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红方选手上启风 蓝方选手朱浩然 对明显朱浩然一上来还是要去打距离啊 对这个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周浩然这个时候要是做一做这个迎击的吸法会比较好一些 对 因为这个上席分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压进了 说话今天两个吸出来了 来了个吸 对等他进的过程当中做一做这种迎击吸 虽然很难啊 但是这种迎击吸 两股力量撞到一块儿 对一旦打到效果出其不易啊 对 因为上席分的意图非常明显 他就是要进来 对 那周浩然能不能抓住对方 这个战略欲通 对 做一做其他的这个战略不控 就两方面的内容啊 一个是我在进攻端就是控制好我的距离跟节奏啊 然后来去打你尤其是距离 然后另外就是在你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能给你什么样的迎击 我们看到了徐燕庆 徐燕庆 漂亮 我是一看到徐燕庆我就想到李辉 哈哈 上来打比赛的时候就把俩人叫混了 李辉在打比赛的时候 对 他俩真的是渊源太多了 我看这个尚喜芬的这个体能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充足 不足以支撑他说我要一直压着 三个回合都这样打 对 连轰三个回合 你要是体能够嘛对不对 按照之前那个节奏 漂亮 尚喜芬还是走拳 对 上三路打拳法 周浩然很明显他的弊端是什么 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没有中击 对 是的 就是可以让尚喜芬 这个这个一无反顾 肆无忌惮地在进攻 漂亮 还是年轻了 对 他属于这种修长型的人 是 对 像韩英老师说的这个一旦个子高啊 虽然有身高必然的好处 个子高但是就是力量 对 对 转身 对 小提 可是尚喜芬还是要往里面去顶 是 但是这种的确 就非常好体能的一个打法 但是目前对他来讲 应该也没有太好的 办法 办法和战术安排了 就是如果他不这样 就是硬头往里面顶的话 这个过程就会让 周浩然打得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就是打游走打节奏 然后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但是真的希望周浩然的这个 教练团队回去之后啊 要给周浩然的这个腿法补一补 你看他在上喜芬在进攻压制的过程当中 节奏并不快 但是你从来没有像 曾景佑辉那样对不对 对 对 完全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 是 对 嗯 感觉周浩然那边的 在腿上的 腿的那个右盘上 还是更少了一些 单调 对 因为如果我们对比曾景佑辉那场比赛 我特别理解 曾景佑辉老师说的 就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曾景佑辉的腿上是很多的时候 其实是限制住了徐永贤的 就是哪怕我没有实质性的进攻去给你输出 但是我能做很大一部分 不管是你在位移上 还是你进攻节奏上的限制 是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啊 的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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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 韩恩老师和这个宇春老师有没有注意到 周浩然的腿事实上已经被踢得差不多了 对 好 这个时候 尚喜丰仍然是压到中进 哦 全法对方 对 对 就是一旦进入到这种中进距离 甚至近内围以后啊 就是会明显感觉到 尚喜丰的拳的力量感要比对手 周浩然强很多 是 看看 现在尚喜丰是不管什么距离不距离 我只要给到我机会 对 对 我只要能打到 在我的范围内 确实也会有效果 对 周浩然前腿啊 就外侧已经有 就这种毛细血管破裂啊 和红狗的现象出现了 因为在这个 最后一回合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这个周浩然下来之后呢 就向这个教练团队反馈了 然后他自己的左腿也是 抬在这个擂台身上 对 我们在腿痛的时候 基本上是把这个腿不坐直伸脚 先把他抬起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看这就是 你的腿怎么能够被对方踢到这么多脚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鸽挡 提膝鸽挡 技术上的这个漏洞 比较明显 你看这个周浩然的这个边角已经喊了很多次鼎息 没有做不到了 周浩然做不到 所以说也是他的教练刘彪龙急得要死呀 对对对 没犯法呀 对 哎呀这个上西风 又吃了又给了一个地扫 又一个结结实实的地扫 哇 而且他中心剧烈 那个全身朝脸上塞 对 而且到了现在啊 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不错的力量感 周浅峰确实 你这应该有时候有时候作为运动员呢 在擂台里面 挨打也很累 你知道吧 对 因为你始终保持一个紧张状态 对 始终是处于那种说 即将要被终结 但是还没终结 就是那种 还没有被KO 但是被那种吓到了 对 体能消耗也很大 确实是消耗大 而这个上西风呢 是越打越有劲儿 越打越有劲儿 越打越有信心 一个是主动消耗 一个是被动消耗 区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经常跟队员说 我说打人和挨打都累 那你看你选择打人和挨打 对肯定还要选进攻啊 对 小提也给的不错 两个人都累了 就累了 上西风也累了 但是就是进攻意识还在啊 对 像你们现在还不扔头往里进 好还有十秒 对 来一来高扫和飞锡周昊然 周昊然单调了 这三个回合比较打下来 感觉他打得有点可惜啊 是的 明明可以有更好的 或者说更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他并没有去做 的确 感觉有点可惜 这是我的感觉 轩尔 您的感觉呢 而且我觉得周浩然还是 除了刚才这个 宇传老师说的这些缺点之外 我认为他应该自信心方面 应该再巩固一下 他每一回合下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摇头 对 你要么就不打 你打了就不要摇头 如果这个世界上 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还有谁能相信你 对 就是越打越灰心 越沮丧了 是吧 好的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好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这就是八公斤级的超级战 马上结果就要揭晓了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比赛结果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二十九 比二十七 红 放射 256 三位 三五 六 三